安乐居首创长者全面狐狸计划 为长者制定全方位狐狸服务 不管你安在家中又或者到日间狐狸中心 我们的医疗、居家狐狸、送餐等服务 助理居家安乐 请勃打1866-211-1578 欧盟领袖峰会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动用否决权 反对与乌克兰展开加入欧盟谈判 指欧盟即将犯下可怕的错误必须制止 欧盟领袖最终繞过匈牙利否决 展开令到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主持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 这是对乌克兰人民和欧洲大陆发出充满希望的明确讯号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欢迎决定 形容是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胜利 欧盟领袖批评欧洲领袖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达成协议 但欧洲理事会就表示这是合法 另外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已经征召大约24万4千名士兵到乌克兰战争前线参战 截至目前已经有48万6千名士兵服役 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讨论持续超过两个月的尾巴冲突 艾尔多安表示 如果美国停止无条件支持以色列 加沙有可能迅速实现停火 美国并且有历史责任确保持久停火 警告以军持续攻击可能对地区和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土耳其53岁的反对派议员 比特·凯茲就星期二在国会就尾巴冲突发言 指以色列将会受到真主惩罚 并且批评土耳其执政党和以色列的关系 延迟激动 他在讲了大约22分钟 突然心脏病发倒地不省人事 送院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然至今日不治 波士顿的华裔市长吴美举办圣诞派对期间 原本只是安排少数族裔市议员参加 但助手就不小心将电邮发送给全体议员 其后再补发信息 解释只有少数族裔才获邀请 引来多方批评 被排除在外的人指责市府这次决定不幸 也在不同族裔之间制造了分裂 吴美今天接受访问承认事件为无心之失 指相关活动是波士顿民选官员众多假日聚会之一 而这是一个有色人种的活动 原本只是打算邀请6位小数族裔议会成员 前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被判诽谤罪成 朱利安尼在2020年指责乔治亚州的选务人员舞弊 租乔州两名选务人员莫斯和他的母亲佛里曼兴送 指责朱利安尼多次公开俄清两人点票时 侵集了非法选票并以其他行为造假 企图改变选举结果 他的行为已构成诽谤 两人分别要求2400万美元的名誉损害赔偿金 朱利安尼的罚额预计明日公布 几百名青少年、高中生和支持以巴亭火人士 13日下午聚集在三藩市联合校区总部外发起抗议和游行活动 要求校区采取行动保护阿拉伯裔、巴勒斯坦裔和穆斯林学生 应对以巴中突爆发以来发生在三藩市的歧视和暴力浪潮 学生们高呼口号 帮助我们制止这场大规模的战斗 我们不会停止、不会保持沉默 直到我们的要求被听到为止 参加集会的三藩市教师联合会主席傅里尔对本部记者就说 作为这个三藩市6000多名教育工作者的一员 每天在课堂上教学生如何阅读写作 但同时也教他们批判性思考、公开演讲、民权运动和坚持正义 在三藩市42年历史的非牟利组织Family House 专为需要到三藩市加州大学医学院治疗的重症儿童 和他们的家人提供临时居所 随着圣诞佳节即将来临 三藩市警察局长施格等代表 13号和圣诞老人一起到访 同病同家庭装饰姜饼屋 分享美食和派赠礼物 Family House五层高的建筑中可以容纳80个家庭 而且超越国界 除了美国各地 还有来自新加坡、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幻疑家庭 建筑中有不同大小的住房 亦有户外花园、音乐室、健身室、冥想室、餐厅、洗衣房 和免费送赠幻疑和他们家庭成员的玩具店一应俱全 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和企业捐助下 所有设施和服务都免费提供 南加州和芝加哥一共4名被告被控参与一项号称杀猪盘的诈骗活动 其中两男一女为年约32-40岁的华人 涉及金额大约8000万美元 所谓杀猪盘就是指浪漫骗局 是一类电讯诈骗手段 诈骗实施者具体通过电讯和网络资讯科技 来涅造虚拟形象获得被害方的信任 进而建立亲密关系 最终达到骗取公司财物 由于业内人员称呼这个诈骗过程类比为养猪、杀猪 名字亦因此被广泛使用 美国国税局已关注事件 并将杀猪盘这个名字列入官方用语 今日的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